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但是媒体说11月下旬的时候 就心脏不是住进医院 但意外的突然离世了 不过说起这个李学弗 真的是传奇的一生 他高商毕业以后到银行去工作 所以有这个企业的人脉 在1980年的时候 他进驻了台奉 台奉现在是下次观众可不认识 当时是台湾非常有名的 因为在三四十 飢到500块 三四十年前台股最流行 就是有土地的那些资产股 进去了以后股票 更流行的是你吃了凤梨了吗 真的 十几 那时候每个人立委互相都问说 你有吃到凤梨吗 十几家的上市公司 都去买台奉的股票 夸张到民意代表法官 通通去买 通通去买 那涨到500块 他赚了地大统金20亿 但是后来看到一个机会 有一个叫国锋实业 重枕 所以他一招赚了百亿 用哪一招重枕 就是这些公司一定不行了 对 要赚的公司就对了 但是有一个前提 一定要有丰富的土地资产 他这么买去 那进去了以后 他就当老板 重枕了以后 真的还把他给他救活 这不得了 一般人不容易把这种公司救活 他救活了以后 你知道那个股票 涨到了123块 去起来 本来都鸡蛋水饺 去起来 那后来他就得出了一个炒股 然后锁定资产股 又一个台中的洋铁 做工具机的 也是重枕 他就给他租起来了 你救一家就不得了 你联系救了两家 其实严格来说算三家 对 所以股价洋铁曾经飙到99 靠重整闯出一片天 甚至创造百亿身价的林学浦 他的人生可以说非常戏剧性 听说他好够的时候去酒店 斩酒家 对 一夜市就30万元 因为进出股市 每天都10亿 就跟建商 跟这些营业员 跟金主 然后一天的交机会就30万 一天 听好一天 不是一个月 人家是用XO去洗手 那些营业员 就说洗手 洗手不是用自来水 用XO 一瓶那一百万 一瓶一万 一瓶一万 这是他人生最电风 1998年的时候 他是台湾前100大的富豪 但是盛极要摔 2000年 从云端跌落 2000年就网路泡沫 股票都落完 他的股票 他就去互盘 跌了所有他去互盘 互盘了以后 第一個 唯一教哥 后来又被检调查出来 内线交易 所以据说他去坐牢 判刑两年 但是坐了一年 他就出来了 假释 出来以后应该是要成钱 没错 继续起来 南港 他不能接了南港以后 南港也只有土地 1000亿的南港案子推出了 世界明珠 销售良好 创造南港 世界明珠 一瓶都是百万奇效的 南港火车站附近 乘胜追击 再去拿下了太风轮胎 太风轮胎 刚开始大家知道 你不可能拿得下 又给他入主了 现在入主了太风之后 这个事情都还没有 乘来多定 人事都还没有底定 突然传出离世的消息 今天这个消息出来 大概有点假的 但是他想 谁到底要接这个班 對不對 你的权力怎么重组 所以今天南港跟太风股价 是大跌 都大跌 超过2 3% 对... 你要看 因为有点意外 这个消息太意外 隆隆 另外 南港也一样 多跌 最主要 你的接班是什么问题 这个应该要等一陣子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不想要等一陣子 你不想要等一陣子 你不想要等一陣子